台湾跟其他高度开发国家一样 人口结构正在转变当中 内政部昨天公布最新户籍人口统计资料 发现台湾的女性首度高于男性 目前多出大约900多人 预估到2060年每100个女生 但男生呢就只会有93位 好这个结果出来很多人都担心了 会不会女孩子以后找不到结婚对象 台湾女性真的比男性多吗 我们前进国小一探究竟 上课中想学生赶紧回到位子上准备上课 两连一座左右都是女生 男同学在女生堆中万红丛中一点绿 一个班上女性就比男生多出两三个 这个现象会越来越普遍 目前只有两个班 二年级有三班跟四班的女生 多于男生大概一两位 其他的班级都是男生的人数比女生人数多 包括家长的观念都应该觉得说 男生女生一样好 目前变化感受还不大 但内政部公布最新人口资料 到今年11月底 女性比男性多了946人为百年首见 预估到2060年男女生比例将变成93比100 也就是到时候100个女生当中 男生就只有93个 这表示过去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慢慢不见了 取一些外籍配偶 那现在是女大于男了 我相信这些问题可能就会减少 女性的职场的部分应该更加重视 参加考试 我认为女生的程度 这个甚至于都比男生强 在政府的人口政策里面 也是要针对这个问题来研究 女性越来越多加上外籍配偶 在台湾就有40万人 职场权益也受到关注 其实高度开发国家都有女多与男的情形 随着台湾女性增加 越能撑起半边天 但同时也点出人口老化警讯 有点TV综合报导